以后这些事 都是你自己的事 要走 我就是想把我会的交给你 困了 想回去睡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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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了老年化社会 现在的老人为了购买优质付花多少钱多元 养老绝对是未来最赚钱的生意之影 李院长 这个是我上一家认得的养老院的财务报表 我仅用了半年时间 就将利润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您请过目 林姐 你是怎么想的 我就是不想把养老院变成一个人生意 我想问的是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找职业经理人 您的肝幼页有十点二乘十厘米的肿瘤 肝左页也有两处平躁 情况不用乐观 霍雅 帮我换杯热茶吧 小妹啊 那个不要脸的她又来了 哪个不要脸呢 就是那个卖保健品的骗子 她这次啊 养老院的事跟我没关系 找我奶奶吧 你奶奶和吴副院长一起出去了 我认为啊 现在中国正在走入老龄化社会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逐年攀升 而养老院及其他养老机构的数量 却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 所以呢 我认为现在正是阳光之家增加床位 扩大规模的大好时机啊 你现在在南山养老院任职 他们规模很大 你为什么不想干了 南山养老院啊 有着近三十年的历史 八十五周四以上的老人呢 降到总老人数量的百分之六十五 其中呢很多老年人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认知障 所以呢 这也导致养老院内部矛盾频发 所以说 你很擅长 处理老人之间的矛盾咯 这点还行吧 但是我认为这点 并不能影响养老院的利润收入 我懂了 从经营的层面上来讲 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 也认可你的专业度 但是我现在 实在不想把我的养老院 变成一门生意 抱歉了